老板您好 这个黄山牛肉面怎么卖的 这个是六块钱一份的 哇 六块钱一份 好 它是迷你桶是吧 是的 它是这种小土的 这个材料包都不要了是吧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牛肉面里面都是挺好味的 哦 这块是好味食欲 这个是自己熬的牛肉汤 哦 一样很充滞的 算是 它分量是有多少呢 分量的话是一分里面是有两颗牛肉粒 还有牛肉的 哦 好 一大勺牛肉 带来一点点牛肉汤 看着就流口水了 这小料都是可以免费加的 哦 那我都加一下吧 然后香菜你要不要吃 啊 香菜吃 好 再来一勺灵魂萝卜 这边就把他盖上上泡一盒一盒就可以吃 好 谢谢 奶奶你好 你好 我要一个大红糕 你吃啥呀 我 我来一个就是那个 我闯一闯青椒吧 对 青椒 哦 对 对 要的 多少钱一根呢 六元 好 奶奶今年高瘦了呀 呃 七十七 哇 那奶奶好棒的呀 好大红糕 嘿 没有没有 一般什么时候收摊呀 呃 九点 九点就收摊 啊 九点钟收摊 那 那好晚哦 别人买不到好多 哦 晚上嘛 又买到夜市嘛 哦 您是一个人出来摆摊吗 啊 为国人 家里人不会担心吗 就是担心呀 我日子能经常都吩咐 好年小心点 买不到东西不要卖了 我们一边喊你卖 嘿嘿 我自己出来卖 嘿嘿 出来卖一种钱嘛 跟日女减几个负担 跟国家减几个负担 全国那么多老年人 国家要了好多钱 我们从来也不是得好好一点 最近您生意怎么样呀 生意呀 一般嘛 哇 这个好多呀 奶奶 哦 你们拿那么多钱 要把分量给你们要给 那我给你吃哈 好 我给你们这花样的 我买了20多年来打 哇 那奶奶好厉害 对 好 谢谢奶奶 好 奶奶再见 姐 来份卤面 好 几块的 有多少钱的呢 七块八块九块左右 拿个九块钱的吧 九块的鸡蛋九块左右啊 好 辣椒 可以吃 焦点吗 焦汁 好 特点好足啊 姐 还硬吧 因为都是老骨客 而且手种轻重 手种人去几个样 这都是鲜肉 姐 这卤肉吗 没有卤肉 只有鸡蛋 啊 鸡干鸡蛋 对 菜左右 啊 东西啊 对 辣椒还烧 中规中矩 中了 可以吗 可以 这我的 这你的 总共多少钱 九块 总共九块钱 对 这是 哎 哦 谢谢 您是服务员是吗 哈哈哈 哇 这饭料太足了姐 谢谢姐 不客气 哇 看着就很好吃哎 哎老板 这烤蛋饭包怎么卖的呀 18一份 好多老板 那我拿一份 我先放开东西放这里哈 来 先给你吃鸡蛋米饭 来啊 这是我们上头的鸡蛋饭 大个香 这也太爽了 啊 老师 腰串啊 正经羊肉吧 正经羊 正经人穿的 鸡肉串 这么多 不是可救吧老板 今天刚从菜市买过来的 放心 牛肉串啊 我们上哪 上的小吃啊 东北的特殊小吃啊 加两颗花包菜啊 两根火腿肠 再来两根鱼豆腐 来 加点独肉丝啊 然后加点胡萝卜 再加点黄瓜 简粒的啊 哦 这量是真的多 没想到在长沙眼的时候 正宗都会放味 那你试试这个 哎 卡斯丁和二手梅哥联名了 你还别说这包装 还挺有东北那味的呢 这台家新出的三串烤肉 中国汉堡 人民的烤肉和东北酸菜 加点包配吃啊 得得定了 哎 等一下 你要搭配这个吃呢 买新品汉堡 都会搭配一半蒜 汉堡配蒜啊 越吃越有 现在买新品 塔斯丁酸菜烤肉饱 周边套餐 还可以拿到二手玫瑰联名贴纸 或者手饭包呢 这么好味去吧 哎 再加点蒜片啊 吃肉不吃蒜 稍微少一半啊 来点香菜 来 加点芷儿啊 多多微辣 呃 微辣就好了 微辣啊 好 再给它搅拌一下 来 快吧 直接吃 直接给你包起来 那我直接吃吧 这一盆在我们学校得重兵吧 来 大哥 放好了 好嘞 谢谢 哇 这一盆 好爽啊 哎 爷 你好 怎么卖的呢 这些 半块 还挺便宜的 那那我拿两个好不好 还有什么呢 这个五块 这个四块 因为它最好吃的吧 这个手 可以 这个是多少钱 四块 这个先放下吧 爷 这个有点小贵 好 对对对 你找七块 找八块 多少 没八块钱了 爷 八块钱 这都不用砍价爷 爷如果在明天 二十岁 在上边 肯定是个高级销售了 这是什么 这个六都不是 这个没吃过 厌的 厌的 厨的 厨的 大开唱 搞一大 这个十五 这个多少钱 十五 这个太贵了 也不行 这个太贵了 太贵了 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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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这种砍价 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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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说干脆 爷 我都没说几句 多少钱 这个 五块 回这留吧 回这留吧 这可以 可以 这个多少钱 这个五块 这个五块钱 可以 这多少钱 我耍什么 我原本只想吃一点 结果买了 这么一大袋回去 五十块钱 好 可以 就算了 好 六块 哦 这个 这个是送我 还是漏的 送我的 送我的 谢谢 谢谢 也 我个手 五十块钱 这么一大袋 我能再吃一整天 吃一个星期 老板 这个钱哪里 怎么卖的 这个9块9 就没有 那我拿一杯 这哪里 特色 这边的话 是上海的 上海那边 最近卖的 是非常好的 一个特色 这个要冰的是 去冰 国家冰 加一点冰 对 那我上哪点 这边的话 给你加一点 整支牛奶 那个要微辣 还是中辣 微辣吧 微辣 那就给你 加一点辣椒 它是什么口感 这个话 苦中带点辣 这个话 非常好吃的 你想要 这指定在店 大哥 你的青椒拿铁 可以咯 好 这里有点青椒的话 是天然无通菜的 也可以直接吃 好 谢谢 好了 不客气 欢迎下欢迎 上海的朋友 这真的好 在墙下夜市 我用来烤冰牛子 老板 这咋卖的呀 15人一份 那我怎么试试的 老板 这哪个特色啊 老板 红白的特色 这实在是应该很快吧 啥啥块 酸点油 你要焦一点 还是嫩一点 不要嫩一点的 这中辣 还是微辣 还是特辣 中辣吧 这是哪个特色 你跟过一起 哈哈哈哈 你跟这哥们 是有一瓶的 那来点吃吧 请请喂 好学了 三点口了 你也拿整口味 主要辣味吧 辣味 对 我要辣的啊 好 冰口两中天啊 对 加点葱花 就出锅了啊 好的老板 你得吃饿吃吧 好好 吃饿吃 好一点啊 OK OK 好 吃过这个 你还不想来的 好的 好的 好 谢谢老板 旁边整个烧烤节 都相当大 谢谢 哎 哎 九卷怎么卖的呀 七五年一口 那我来一个 先把盐质 耗了肉 锅上面 毛糖 再放到右锅里面 摘个三四分钟 这也是第二分的量吗 嗯 怎么购 这么便宜啊 它都是小粉 锅里过小了 姐你知道吗 我是真的从长沙去 这一千块里过来吃 这个九卷的 正良 是吗 你会不会舔点 舔的不香啊 奔地里 你感不感动姐 干动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再把茄碎的鸡肉放上去 撒上辣椒 可吃啊 哎 咱是咱好吃 嗯 咱 你沙拉酱吗 沙拉酱 可以吃少一点点 是吗 嗯 你一趟两口 好 那姐这真好吃 哈哈 好好吃 你一趟啥有这不 有这有 但是不好吃 分量还少 你这个多吃 我姐 看见没 哈哈 哈哈 那你会一趟跑过来知道了不 值不值 值 肯定知道姐 这费量又足又好吃 真的超值 师傅 打个煎饼果子 不好意思 今天打烊了 有面糊了 啊 那你能挑战 只用鸡箱做个煎饼果子吗 这对你说王子做煎饼 一定要这么说吗 必须的 王子 请做煎饼 行 那就从你一下 行 谢谢就老板 先打个鸡 好 师傅 这会不会很难呀 当然我就是他最有主意拿下我老婆的 厉害厉害 说不通 师傅你做的有什么新链号吗 还有就是鸡饼 这个四个蛋的一百多钱的 炒鸟蛋的 一蛋的 就各式各样的鸡饼都做过 嗯 没错 做很多 出来 我说 我说他变成王快了 芝麻葱 要来一点吗 来一点 准备翻个面 哇 咋样厉害吧 还可以 不行 你要夸夸我 少王子 你好厉害 有两位了 师傅 再加两个蛋 你该鸡饼才这么几个的 这么说吧 我的对手只有 我自己 你小王子 这个刀有点高啊 师傅 再撒上 修一修面 哇 吃过了啊 好的能不能吃辣 可能吃了 想要要加哪些 可以跟你进步的上都加吧 可以 一天吃多个煎饼 一两百个吧 哇 师傅 你做真的好 您菜饼 教人们 吃完 你现在吃了 要不要 我们这个煎饼 走 很短 一斤 三四块钱 好嘞好嘞 来 你的煎饼都做好了 好的 谢谢老板 谢谢